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网络经线多个版本讨习习文 是明星思辨还是反习逼宫 综合媒体报道 继中共三中全会 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出事的谣言满天飞后 网络上近日又出现多个版本的讨习习文 这些习文究竟是来自明星思辨 还是反习势力的逼宫 莫中一世 流传最广的是海外社交媒体X账号 量子跃迁之笔的天下讨习近平习 文章隶数习近平执政后失踪罪 一、大开历史倒车 冲举茅原教旨主义 回归文革之路 二、大搞国进民退 强化国企垄断 打压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 三、言论管控抓捕和囚禁民主人士 四、对新疆西藏的种族灭绝 五、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将香港变成金融废墟 六、继承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恶症 变本加厉地迫害法轮功群体 而且将活摘人体器官 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 扩展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创下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记录 七、对外大撒币 数额高达两万多亿美元 借一带一路中保私囊 用老百姓的血汗钱 在全球购买 威望 八、将武汉P4病毒试验室研制的 新冠病毒全球投放 导致全球数十亿人感染 二千多万人死亡 造成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灾难 九、动态清零 摧毁了无数人的家庭 灭绝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 给庶民百姓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和痛苦 十、持续制造台海紧张局势 挑战国际秩序 与普京狼狈为奸 威胁人类和平 文章并呼吁 天下共聚 齐心讨习 离庭扫穴 奋力不待 是为调民而罚罪 与此同时 网上还出现了署名中国合众党的讨共徐文 文章隶数中共成立一百多年来 谎言治国 通过土地革命正反 大跃进 四清 文革 乃至于六四等运动 大兴恐怖主义 整死饿死的人数 比全球同期因战争死亡的总数还要多 血债滔天 后又借改革之名 于民争利 控制社会财富 将养老 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 压向十四亿人民 通过教育于民 打击社会正义良知等等 文章并呼吁 为子孙后代 免受精神毒害 为天下苍生计 为大中华民族未来计 推翻中共邪党刻不容缓 还有一篇 《致全国同胞》的一封信 作者未知 该文抬头写向 全国军人武警 全国警察 和全国各行各业的同胞们 文章将矛头指向 习近平在2018年 通过修改宪法 复辟地制 搞独裁 经济上冲回改革开放前 人人自危 文章指不论是从法律上 还是能力上 习近平都没有执政合法性 和执政能力 呼吁中共的警察 军人和武警 不要做独裁者的私有财产 不要做习近平的打手 而要保护人民 很多网友在相关贴文下留言称赞 写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灭习不灭共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我们要推翻整个中共 邪恶魔鬼犯罪集团 将这群盗国贼 卖国贼的所有罪行 公之与众 让中国人民了解 南坑里的人的真面目 让真相自己说话 他下台只能使到台 进度放缓一些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有人表示 满天飞的谣言 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是明星所向 是天道的显路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民主到来 天下大吉 有观点认为 这些奇闻是自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 有关习近平出世传闻的延烧 是进一步的行动 和历史上政权到台前的现象类似 说明中国现在明星思变 中共离到台也不远了 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的报道内容 国企官员批毛泽东诗词 沁元春不入流遭处罚 网民作家李南风的用户 近日在网上发表文章 批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毛泽东的诗词 沁元春雪 称放在两宋时期 根本不入流 文章引发一些网民批评 要求严惩 李南风的真实身份 也被曝光是中国一家国企的干部 有分析人士认为 作为中共党员干部 预料他将受到处分 作家李南风上星期9月11日 在网上发表文章 指沁元春雪跟宋朝苏东坡 星期几等豪放词比起来 简直是不入流 并点评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很俗气 山姆银蛇 圆池蜡象 是凑数字 称这样的词句 放在两宋时期 只能说是下品 或者下下品 文章发布后 在网上引发巨大争议 有网民痛斥 这是诋毁伟人 并引用毛泽东诗词 小小环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淒利 几声抽气 回击 还有网民指 庆元春雪内涵和意境 非常丰富 批评李南风偏破 和主观异断 缺乏对伟人的尊重和理解 有网民在中国左派网站 红歌会网发文批评说 这个所谓的作家贬损 庆元春雪的真正用意 是在贬损侮辱毛泽东 并透露贬损毛主席 乱任祖宗的作家 居然是个国企书记 必须严惩 经网民破光 李南风 原名李安徽 胡南人 1987年出生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任中国交建 第二航务工程局旗下建筑公司 第一党支部书记 他还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 湖北省 诗词学会会员 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 星期日15日 于官网发布通告 指李安徽近期因严重违反学会章程 影响恶劣 经学会主席团表决通过 取消其会员资格 并警告其 不得以该会会员资格和名义 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星岛日报 引述分析人士认为 李安徽本身是中共党员干部 预料他也将因上述事件受到处分 庆元春雪 为1936年毛泽东在陕西时所作的一首词 毛泽东1945年10月 从延安赴重庆谈判 将诗作抄录送给诗人柳亚子 随后刊登在重庆各大报纸 广为流传 此诗也成为毛泽东名作 并编入中国教科书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川普遇刺背后真有内鬼 枪手埋伏12小时未开枪 据万维报道前FBI助理局长表示 川普的刑刺者显然准确知道 他何时打高尔夫 这引发了外界对是否有人泄露消息的猜测 自从昨天特勤局特工开枪射击 一名企图暗杀前总统的嫌疑人以来 执法部门一直在搜集有关 嫌疑人 瑞安 韦斯利劳斯的更多信息 然而 一个关键问题仍未解答 他是如何带着AK-47潜伏在川普 位于西棕榆滩的国际高尔夫球场 第六栋附近的灌木丛中的 川普的高尔夫行程 通常不会提前公开 尽管打高尔夫是他的一项日常消遣 前FBI助理局长克里斯斯韦克尔 对《每日邮报》表示 不排除一种可能性 俱乐部里的某个人 无论是海湖庄园 还是高尔夫俱乐部 可能不喜欢川普 政治立场不同 向嫌疑人提供了相关信息 斯韦克尔指出 劳斯可能是通过某人有意或无意透露的消息 得知川普的行程 也有可能是他通过长期监视 自己掌握了川普的行动规律 并为行刺做好了准备 前FBI助理局长表示 存在以下几种可能性 其一 嫌疑人可能掌握了内部信息 提前到达高尔夫球场的第五和第六栋 之间的地点并做好准备 他解释道 如果有人在川普从第一栋 开始打球时通风报信 大约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后 川普会到达那个位置 这段时间足够嫌疑人行动 另一个可能性是 劳斯一直在监视川普 或观察他何时离开海湖庄园 或者亲自跟踪他的车辆 精确掌握川普的行踪 第三种可能性是 嫌疑人运气好 但前局长不认为这是巧合 更倾向于前两种情况 而这两种情况都令人担忧 南佛罗里达的刑事诉状中提到 根据手机数据 劳斯在树县附近潜伏了将近12小时 这一信息可能表明 他并未获得特别的内部帮助 而是只掌握了一些大致的信息 劳斯似乎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 他试图参与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努力 也被断然拒绝 然而初步证据表明 他有一定的准备和预谋 其中一个证据是他的背包里装有陶瓷板 可能用于抵御枪击 背包被策略性地挂在铁丝网上 仿佛是为了在他站立时提供保护 同时利用铁丝网作为支撑 看起来他打算在川普经过时开枪 负责调查的官员进一步提出了阴谋的可能性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线索指向任何同伙 马丁县警长威尔斯奈德在周一的电视发布会上表示 一个外地人怎么能顺利到达川普的国际高尔夫球场 发现前总统在打高尔夫还能带着步枪接近 我认为这是FBI和特勤局今天重点关注的问题 斯奈德质疑 这个人是某种阴谋的一环 还是单独行动的枪手 前FBI助理局长斯韦克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包括嫌疑人是否快速设立了狙击点 还是经过长时间策划 提前裁点准备 此前斯韦克尔曾向每日邮报表达的 前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发生的暗杀企图后 所作辩解的担忧 随后多名官员透露了关于保护总统的安保程序 综于摊陷警长李克布拉德肖表示 目前川普不是在任总统 如果他是 我们会把整个高尔夫球场包围 但由于他不是 安保范围仅限于特勤局认为有风险的区域 斯韦克尔表示 我猜想 下次川普再去高尔夫球场时 周围的安保人员肯定会增加 但特勤局这次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事 他还说 我敢打包票 现在FBI肯定会限制那位警长的发言 不让他透露太多细节 因为他们现在处于保护模式 尤其是在起诉阶段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也会对FBI施加压力 FBI会进一步限制警长的发言 所以即使他们掌握了很多信息 我们也可能不会得到太多具体细节 接下来 我们深入探讨这一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暗杀事件 这一事件无疑再次凸显了美国政治暴力的加剧 嫌犯瑞安·韦斯利·劳斯 在特朗普的佛罗里达高尔夫球场附近被捕 相关的动机和背景尚在调查中 而特朗普则将这一事件归咎于民主党的言辞 随着政治局势的紧张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 拜登对此表示坚决谴责政治暴力 并强调在美国应通过投票解决分歧 更令人担忧的是 许多专家指出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 政治暴力事件有所上升 国会议员面临的威胁已翻倍 面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民意调查显示 许多美国人对未来的政治动荡感到忧虑 到底这一系列事件将如何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点背景 今天我们将讨论一起震惊美国政坛的事件 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再度遭遇暗杀未遂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美国当前动荡的政治局势 也引发了各方对此次事件的广讨论 根据法广的报道 这起暗杀未遂事件发生在川普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山庄高尔夫球场 让我们深入探讨事件的细节和背后的政治背景 周日川普的私人山庄高尔夫球场 发生了一起未遂暗杀事件 嫌犯瑞安·韦斯利·劳斯 被发现潜伏在高尔夫球场的灌木丛中 显然是为了对川普进行袭击 当特勤局特工察觉到他时 劳斯持枪逃跑 经过65公里的追捕后 嫌犯最终被捕 瑞安·韦斯利·劳斯 是一名58岁的美国公民 他于本周一被控违反联邦枪 执法的两项罪行 预计还会面临进一步的起诉 根据控诉书 劳斯在高尔夫球场外等待了将近12个小时 可以说是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 令人惊讶的是 这位嫌犯曾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 甚至在2022年3月公开宣称 自己准备前往乌克兰参战 据法新社报道 2022年4月底 他出现在基辅 参加了支持被困在马里乌波尔沙的乌克兰人的示威活动 尽管劳斯的具体动机尚未完全揭晓 但川普迅速将矛头指向民主党 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嫌犯受到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的煽动言论影响 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 他进一步指责民主党的言辞煽动性极强 称这些言辞直接导致了这次暗杀未遂事件 对此拜登总统迅速做出回应 他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谴责政治暴力 并强调 美国是一个通过投票箱而非枪口解决分歧的国家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也表示 将投入所有可用资源进行调查 以确保事件得到公平处理 事实上 这并不是川普第一次遭遇暗杀未遂 今年7月 川普在宾夕法尼亚进行竞选活动时 一名藏在屋顶的枪手向他开枪 虽然仅擦伤了他的耳朵 但事件同样引发了轩然大波 川普当时也指责民主党和媒体的言辞过于激烈 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直接威胁 多年来 川普的言行 一直引发两党之间的激烈对立 2017年 夏洛茨维尔的一场极右翼集会后 发生了新纳粹分子 驾车冲入反示威人群的事件 川普因此受到强烈批评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运动 也在警察和非裔美国人之间制造了深刻的对立 而2021年1月6号 支持川普的暴徒冲击美国国会大厦 更是令美国政坛震惊 共和党内部的许多人士 包括参议员米特·罗姆尼 和白宫前新冠顾问福奇等 都曾表示 在川普的支持者威胁下 不得不加强安保 2022年 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的丈夫 也遭到一名手持锤子的男子的袭击 该男子实际上是冲着佩洛西本人去的 川普的言论也多次引发争议 特别是在移民问题上 他曾指责移民毒害了美国的血液 并声称他们吃宠物 这些激烈的言辞 无疑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彼得·罗格指出 政治暴力在美国并非新现实 从林肯到里根 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 针对政治领导人的暴力事件 但许多专家认为 自川普2017年上台后 这类事件显著增加 国会警察的数据显示 针对国会议员的威胁 自那以后增加了一倍多 不仅如此 在上届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一些选举官员报告称 接到了大量威胁和恐吓 易普所在今年5月公布的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70%的美国人担心 11月5日川普对阵 哈里斯的总统大选后 可能会发生更多暴力事件 从这起暗杀未遂事件来看 美国的政治暴力问题愈发严重 川普和拜登之间的对立 以及两党之间的激烈交锋 无疑是这一问题的根源之一 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 对立情绪高涨 社会的分裂加剧 使得暴力事件有了滋生的土壤 在这种背景下 川普和拜登都需要慎重处理 自身的言行 政治领袖的言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煽动性的言辞 可能会引发无法预料的后果 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 都应当以负责任的态度 引导公众情绪 避免制造更多的分裂和对立 总结来说 这起针对川普的暗杀 未遂事件 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 更是美国当前政治局势的一个缩影 社会的分裂和极端化趋势令人担忧 需要政治领袖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回归理性和包容 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希望未来的美国能够从这类事件中汲取教训 朝着更加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